问刘备多大时邂逅的曹操 A.15岁左右 B.25岁左右 C.35岁 D.45岁 给大家10秒钟时间思考 正确答案是B 刘备25岁左右 严谨的说是刘备23岁到27岁之间 那一年刘备跟着曹操去了曹操的家乡 曹操特意在城外盖了一所新房子 春天夏天在里面看书 冬天秋天在城外打猎 城里的亲友们问他 你一个人不无聊吗 曹操说我自娱自论啊 其实亲友们不知道 曹操不是一个人 他有刘备 好这里是长篇三国正式推理视频 吉利传的第八集 这集的划分有点不太一样 有人说啊 现在他爹啊 你这都胡扯的啥呀 盖里盖气的 咱能好好说历史吗 我真没有瞎说 上史料 裴松之隐用的英雄记记载 说临帝末年 刘备在京城 后与曹操一起回到曹操的家乡配国 招兵 在临帝奔的时候 天下大乱 刘备也一起讨伐董卓 那有人说了 那刘备跟曹操回家 就是曹操成流起兵呗 不是 掩州成流不是曹操的家 曹操的家是豫州配国 曹操老家是豫州 当官在京城 司州 招兵在掩州 这仨不是一个地方 史书里明确有曹操返回家乡的 而且是在讨伐董卓之前的 只有一处记载 看史料 裴松之隐用的魏叔说 曹操想留在京城当禁卫军 但是朝廷不同意 把曹操分为一郎 曹操就请病假 干脆返回家乡 住室城外 春夏习读书传 秋冬意游 以自娱乐 是不是对上了 曹操为什么不住城里自己家 而要在城外盖房子 读书打猎 还说自娱自乐 因为带着刘备呢 不方便 有人说了 那刘备一个卖草鞋的 就算到了京城 就怎么会认识曹操这种官宦子弟呢 曹操的爹可是太位啊 这怎么接触上的呢 我们注意刚才史料里面啊 说曹操是禁军的议员 想留在禁军 没留下来 注意这个词啊 禁军 有人说了 那跟刘备更没关系了 刘备一个卖草鞋子 怎么会与京城的禁军扯上联系呢 还真能扯上 大家记不记得有个人叫周静 哎 估计大部分人不记得了 三国演义里面都有写 校尉周静 带着刘备去打黄金军 打完了 给刘备申报 安喜县位 有影响了吗 刘备命中的大贵人 在演义里 说周静是个校尉 是个小官 都尉校尉中郎将 然后他是将军嘛 对吧 校尉是小官 但历史上 他是破鲁校尉 是专门与胡人作战的校尉 属于统帅 类似于胡乌丸校尉 这种官这就不是小官了啊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这个校尉和那个校尉 就有点像秘书和秘书长 一字之差 天壤之别 他的官比当时 公僧站的官还要大 但是公僧站救过他的命 所以他会带着 公僧站的师弟刘备去打仗 打完了 还给刘备报官升官 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边打独游 打完后刘备逃亡 去哪了 逃到哪里了 史料不明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 在这个时候 邹靖从边境回到了京城 成为了北中军侯 这个官民听上去不炫酷 但实权吊炸天 北中军侯啊 掌管北军武营 掌管囤旗 乐旗 步兵 掌水 射身 武校尉 通俗点说 就是管的进军武营 刚才史料里面说 曹操的身份是啥 进军 曹操是进军的一员 周靖管的进军武营 这得认识吧 刘备打了独游 此时在逃亡呢 逃哪去呢 有没有可能是来京城的呢 来找周靖呀 你是我大哥呀 你带着我打黄金 你给我申报安息县 现在我没地区了 我还来找你呀 所以刘备才会出现在京城 这就和史料对上了吧 通过周靖当介绍人 曹操和刘备相亲了 相遇了 曹操比刘备大六岁 但两人看对眼了 然后曹操带着刘备回家 招兵 有人说曹操为什么要招兵呢 招兵干啥 私自招兵不犯法吗 曹操紧接着的史料是什么 是曾太祖为典君校尉 啥意思 曹操是有背景的 他隶属于袁绍家族为首的 士大夫派系 士大夫现在和外戚合进合作 曹操刘备招了兵投靠合进 然后京城要组建西元八校尉 曹操直接带着自己招的家乡兵 被编入了八校尉 成为典君校尉 同时袁绍是上君校尉 春雨雄又校尉 都是自己人 那有人问了 那刘备呢 曹操成为了进君了 那没带刘备一起吗 刘备有刘备的任务 接着看刘备的史料怎么写的 大将军合进派遣都尉 冠秋义去丹阳募兵 刘备一起去了 看见没有 合进派冠秋义去的 从哪出发 从京城出发 刘备一起去 从哪出发 也是京城呀 冠秋义 刘备一起从京城上路 这就对上了 刘备打都游 去京城找周静 跟曹操回家乡 再跟曹操回京城 投靠合进 曹操成了西元八孝卫 合进派冠秋义刘备 一起去担扬招兵 这个推理完美不 然后曹操和刘备 就此就分开了 在群兄讨董卓的时候 两人又在一起了 打拦了董卓后 刘备回归攻城战 曹操跟着袁绍 袁绍跟攻城战是敌对的 这下麻烦了 曹操是袁绍小弟 刘备是攻城战小弟 这下彻底成敌人了 曾经的城外小屋读书打猎 现在得刀兵相剑了 这些都是后话 刘备说了 现在他爹啊 你这集怎么和上集不连的呀 上一集不是曹操去了当济南相吗 怎么这集突然曹操就在进军了 啥时候调回来的 我来顺一下啊 曹操当了济南相相当于市长 曹市长罢免了本市80%的官员 狠不狠 一般人看到这里都会觉得曹操罢免的都是贪官污吏 曹操就是曹亮平 那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啊 80%被罢免了 总得有人顶替吧 这些位置不能空着吧 总得有人干活吧 那新顶替的官 你猜猜是不是士大夫派系的自己人呢 所以结果是什么呢 把80%不是自己人的人干掉了 然后全换上来自己人 完美 这应该就是士大夫派系给曹操的任务 在此期间曹操还干了件事 他把辖区内六百多个刘章的祠堂全部拆掉了 此刘章非彼刘章啊 这个刘章是刘邦的孙子 有人说 为什么这孙子会有六百多个祠堂呢 因为这孙子和周伯成平一起铲除了吕家的外企 也就是刘邦的老婆吕智他们家的外企 属于立下了不适之功 为了纪念他 后人给他弄祠堂 光曹操的辖区就建了六百多个 有人说了 那这孙子算英雄呀 老百姓敬重他才给他建了那么多祠堂 曹操拆这个干嘛 小时候我看三国志 一直以为曹操拆的这个祠堂呀 都是这么神神鬼鬼的祠堂 觉得曹操做的对 成年后呢才知道 他拆的是英雄的祠堂 而且是黄金国戚 刘邦的孙子呀 觉得曹操做的不对 周年后呢理解了一件事 曹操属于士大夫派系 士大夫派系和外企和静是盟友 这个祠堂的英雄 是消灭外企的英雄 那你想外企和静 会喜欢这种祠堂吗 士大夫派曹操拆了六百多个 和静一定很开心 所以这里没有对错 曹操只是奋命行事 总部下的命令 是为了讨好盟友 仅此而已 但曹操作为执行者 这件事增加了和静 对他的好感度 所以后来曹操人家 西约八孝威里面呢 看到没有 曹操拆池堂 不仅外企和静高兴 黄金军也高兴 又人说了 现在啥地啊 你又胡扯了 这跟黄金军啥关系 上史料 裴生姿引用的卫书里面记载 青州黄金军对曹操说 西在汝南 毁坏神坛 其道乃与黄中太乙同 黄金军兴奋自己的神 他也看不得六百多个慈堂 这样的存在 你一个凡人 凭啥六百多个慈堂 我们中皇太乙 对吧 才应该被供奋的 都没六百乱 还是曹操好 都给拆了 我们黄金爱曹操 曹操在济南 换了血 讨好了 和静和黄金 任务完成了 然后被调任到 衍州东郡当太守 看见没有 又是衍州东郡 士大夫派系吗 汝南引穿衍州 曹操之前在衍州东郡 当县令 县长级别 现在好了 直接当太守了 市长级别 曹操到衍州东郡会干嘛呢 估计又是干掉 百分之八十的贪官 和济南一样 再来一遍换血 这就是士大夫派系的总策略 在黄金之乱时 让自己人去参与 讨伐黄金 然后有功劳 全部分为地方官 然后在地方上 让他们把大小官员 换成自己人 这招狠呀 这招一完成 士大夫派系的力量 在地方上 咔就变强了 那士大夫派系的敌人 换官 能眼睁睁的看着 士大夫这么玩吗 那当然不能了 换官开始用手段了 要把士大夫 整的这些官员 全部免之 那哪些官员 是士大夫的人呢 没法判断呀 士大夫脸上又不写字 不会写 我是士大夫 对不对 你像曹操 明面上 大太监曹臣的孙子 彪彪准准的换官阵营 谁能想到 他被袁绍拉拢成了 士大夫阵营的人 所以换官简单了 我一刀切 凡是在讨伐黄金时期 凭借着军功升官的 全部要被调查 说是调查 就是撸掉你 撸掉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我得调查调查吧 想办法调查出点问题 然后撸掉你 说到这里 你想起了啥 脑海里有没有冒出两个字 都游 对 所以都游来找刘备了 那就是要撸掉他 那刘备能不怕吗 他怕呀 刘备就要求见都游 那都游能见你吗 都游的任务就是来撸掉你 那见你呢 你一送礼 那我撸你还是不撸你 所以都游就不见呀 那刘备暴怒 立刻带人抓住都游 啪啪啪啪啪 爆打一顿 然后逃走 演义里面要复造刘备的人德 写成都游所惠 张飞打人 换官要免掉士大夫的人 其实和刘备没有关系 刘备属于被误杀 他又不是士大夫的人 属于被冤枉的 但是曹少子一点都不冤 他要当眼周东郡的太守了 那能让他当吗 直接免掉 回京城了 士大夫被换官的这一招 这么一整 一夜回到解放前 所以士大夫呢 改变思路了 我不在地方上做大做强了 不怎么玩了 既然是京城的巅峰对接 那咱就在京城硬钢 所以士大夫打起了禁军的主意 安排一群人进禁军 其中就有曹少 那换官能让士大夫把人安排进禁军吗 那肯定不行呀 所以立刻掉了边境的将领 这种不是士大夫派系的人 把这种人调来掌管禁军 比如破鲁校尉周静成为了禁军统帅 北中军侯 你曹少想留在禁军 没门 这就对上了本文开头说的 曹少想留在禁军 留不住 给你分个一郎 爱当不当 曹少又成为了一级官 曹少请病假回家了 这才在城外建小屋 跟刘备看书打猎 我们回看曹少当的官 一郎一级官 身为洛阳北部位二级 身为顿丘县令三级 然后被打回原型一郎一级官 然后成为齐都卫 讨伐黄金二级官 成为济南巷四级官 平调东郡太守四级官 然后官又没了 进入禁军 禁军不给留 又成为一郎 又回到一级官 想不到曹少早年的当官之路 这么曲折吧 一二三三二一的 本以为曹少后台那么强硬 会是飞黄腾达 结果呢 从175年 混到188年 前前后后13年 官海臣服 又回到原点 13年前是一郎 13年后还是一郎 看上去没有变化 但是这13年里 曹少结交了 汝南 尹川 河内 青州 衍州 刘备 未来 汝南 袁绍 是曹少的大哥 尹川氏族 是曹少的大股东 河内氏族 是曹少的二股东 衍州人 是曹少的将领 青州人 是曹少的士兵 刘备 则是曹少一生 相爱相杀的老友 唯一敬重的 15敌 下局预告 士大夫 在各地的官 没了 禁军又换了 边境将领 原家领导的 士大夫派系 又陷入了烈士 而此时 原士大夫派系的老大 汝南成三的儿子 一看原家烈士了 又想出头 开始诊事 想夺回 士大夫之主的位子 面对种种危机 袁绍家族该怎么办 只依靠 汝南 尹川 衍州 真的能战胜宦官吗 此刻有一群 荆州人 进入了原家的视野 他们其中有一个人 叫黄盖